5月中旬以来,有关部门和地区进一步调整优化房地产的政策,房地产市场出现了一些积极的变化。 从刚才公布的数据来看,1到5月份新建商品房的销售额,房屋新开工面积的同比降幅有所收窄。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,政策效应的释放还需要一定的时间,目前房地产市场仍然在调整过程中。 1到5月份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是下降了10.1%,房屋新开工面积下降24.2%,新建商品房的销售面积下降20.3%,销售额下降27.9%。